飞行了两千多公里 我们来到了云南盲市 来感受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泼水节刚开始的第一天 此时的街道上就已经 他们背后背着一个水箱 药店的门口有一个通知 怕午不开门 下午都去泼水了 一整个城市的人 跟你玩手究竟有多种 泼水 被刺到了云南泼水节的 第一泼水好开心 我这边都被沉重的孩子 泼水节泼水 寓意着送祝福给别人 经过一天的祝福昔日 我们迎来了火热的晚上 我们都更新了很多装备 河南说不是刚刚洗完澡回来 我问一下老板 我说你那个这能装多少 他说20斤 所以各位 准备好收到我满满20斤的祝福了吗 怎么样 这是出的 快走 这都是为泼水节做的准备 你用过这个吗 用过 可以 我把前面那个拧了 不要花洒 要直着的这个 直着的这个 好 感谢本地人给我传递的小经验 那走吧 怎么说今天 看过累的 要吃点饭吧 这边我们是刚到盲市的第一天 必须要吃一顿 嗨的 必须整一顿云南烧烤 又有当地特色 又有当地风格 又有当地味道 还有当地的感觉 你一来 我一天 我一般回答第一顿就吃烧烤 你到了这就跟回家一样 云南烧烤就很不一样 走 感受一下 走 这边 烧烤不大 我用这个生炭太棒了 好 先一先 还有来的 你看 山上收来的 你看 好漂亮 这是云南的烟花 云南烧烤和我们长城 这个烧烤不太一样 对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炕粉 那一大盘那是蘸料吧 进门我看到的 先是调料 全是蘸碟 而且是不同样的蘸碟 那盘满满的 你不知道的 还以为来吃火锅了 这个豪华点菜贵 对 这是什么 好多东西不认识 好多东西没见过 好多做法也很新奇 大部分都是用红红的那种辣子 都腌过了 因为它这个鱼 你看就是首先 你看它那个腌好 你看它这个鱼皮 都给你放好 我摆好了 你看它还有猪虫 跟猪虫 这是我们的炭 我这炭我真棒 这是这样的口感 我还没见过 你好 我问你哥 你那玩哪儿我卖的 我也想要你 就前头 往前走50米 OK 先走 你先走 明天咱俩碰出来 咱俩就互相让一样 OK OK 慢点啊 带得到我 咱俩就要好人去 你看这就是游客 跟我们一样 搭配了像孩子一样 快乐的树双木双 那么我们今天的美食 介绍风格 也儿童一点吧 提前让大家感受一下 儿童节的快乐 云南的烧烤 除了很多当地特色之外 最最最极致的 还是根据不同食材 搭配了各种特色占量 这是什么料 这又是什么 蘸的不蘸 蘸豆腐的 蘸豆腐的 蘸一个食物一个料 在云南吃烧烤 菱朗满 不同的菜配不同的蘸饼 那我们先从薄荷油碟 和鲜牛肉的组合开始吃吧 这个是怎么吃的 直接烤这个盘是吧 等它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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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烤薄荷蘸碟 是擅长使用蘸料的云南人 独特的吃法 最大的特点是 薄荷蘸碟里 加入大量的油 经过炭火烤制 变得油香四溢 以相对干瘦的牛肉绝配 在这个热油里面 滚过之后的牛肉香味 在你的这一个四十方法小说 就开始散开了 这是你的烧烤磁场 对 来尝一下吧 你看我这上面有薄荷 然后各种各样的调料 哇 闻起来就有一股的植物的芳香 还有那种肉油脂的香味 料味足然后肉味也足 吃到这个味道 吃到这个味道 和你看到的 它一开始蘸碟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看到的闻到的吃到的是一样的 主要的三个颜色 白色的蒜泥 红色的辣椒 绿色的薄荷 在热油里面一滚烫出来 蒜香 辣椒香气 薄荷清香 配上牛肉确实好吃 它就是热油滚出来的牛肉 哇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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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河那种芳香气息 能够紧密 如果你说这牛肉吃的好吃 没吃爽 再把这个 推回这个火焰的正中央 把第二盘牛肉下去去 第一盘里面料是纯素 你第二盘爆了肉了 所以你第二锅爆出来的肉味会更香 哇 这香香的感觉 你别装小孩了 30岁的我来的都在哭 你烦我不 我把腿子你 我觉得第二锅更好吃了 好吃 真正的百香果 这刚的 看下真不错 这个太搭配泼水节了 应该泼完水坐着炉子旁边烤着 烤着 泼水节是 它是感觉的节日 像是类似于像 过年 痛快 他们只需要说前两个字就可以 我们刚从北京看了我们的那个 之前那个王者荣耀视频发现 我俩刚开始做节目中 一点默契都没有 反正其实刚才看这个片子还是不错 你片子就是 也还行吧 又说又长 没别的 曲子配的还是挺 我感觉心里暖暖的 好贴心 好贴心 嗯 嗯 好 嗯 啊 嗯 现在呢 现在他都不用说 我就知道他要说啥 真的 我们的接话非常地好 这是我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就想来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多肉天堂 多肉 我也是 也是我的多肉天堂 这是多长肉吗 还有什么比烤五花肉更适合长肉肉呢 在当地吃五花肉会搭配腌菜糕 它是由晒干的萝贝叶和米汤发酵的粘稠的膏状占叠 不知道腌菜糕啥味 对 我也想替他吃 哇 这好开胃啊 嗯 咸咸的带点酸 它是那种发酵的酸味 解腻 这五花肉好好吃 肥肥的五花肉 找几段就腻了 蘸一个腌菜糕 牛肉是瘦的 油脂少 所以就蘸一个油顶 特搭配 就是这个烧烤真的很特别 它就是每一样食物搭配的调料都是不良的 很好吃 哎 好了 想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 哇 谢谢 别别别 你这块太多了 你拿点啥子 你拿点 那我们这怎么好 我给你喝个饮料吧 上网来 李上网来 服务员小沫 送你们喝点饮料 谢谢 来 那边烤滑感受好吃的就很合 真的很有特殊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主要吃这个烧烤 就觉得好像每一个食材都配不同的蘸料的感觉 这边的话用料我感觉是很辛苦的 对 好 一年365天吃不重样那个蘸料 实际上你的我也没问题 我也是可以吃 吃不重样 应该比较适应吧 还行 真的很舒服 你们慢慢吃 好 这个又是吃豆腐的蘸水 又不一样 过河 小米辣豆腐乳 花生碎 这个豆腐据说还可以另外一种吃饭 红油蘸碟滚豆腐 你们看油点里边的爆多大了 看 比外边大了一倍了 不同的人生豆腐 膨胀了它 你知道我现在不是胖了吗 我现在明显感觉我自己就走在路上 像一口钢 像一口钢 但是你知道吧 就是我这个钢能够多盛点东西 你看 这个火上烤的已经起泡了 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现在把豆腐放到这里面 哎呦 它雨冷立马缩了 把小小的小豆泡拖破一点点 然后灌上里面的汤汁 出了 嗯 里面的豆腐姜流出来了 你就跟吃脑花里面那种姜状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 这人很配 你不知道为什么 包姜豆腐配里面那个酱豆腐味 很鲜有的一种好吃 对 我再尝一个麻辣味的 牛肉锅里煮的 这个也好吃 真好吃 我太喜欢这个豆腐的口感了 吸溜着吃的感觉 里边是一种发酵的那种卤水的味道 然后一口就可以吸到嘴里去 吃一道菜换一个蘸碟 烧烤真的是非常厉害 干香干香的 外面是酥的 你听见 干香的东西就蘸干碟 还不错 你看你没见过 我太快了 这简直我的天堂 美滋滋 真的很好 现在我想说云南烧烤吃起来很丰富 味道丰富 蘸料丰富 同时口感很丰富 大哥拍好了吗 咱俩的口罩吗 可以 来吧 我兄弟 好吧 给我勾一下 你的肩带开了 对 你的质量没有我最好 咱俩就不卷了 咱明天应该是能秒杀全场 有一个更新点 3 2 1 我们站着不能输 有缘再见吧 明天 晚上开心 有缘再见 你的尾巴掉了 好 那你这人真逗 你跟他是一样的 你说人家 是吗 你的牙花子不脸出来了 他刚才被让我又疯了 我这三十年还没那么开心过 这边云南真给我一种很自在的感觉 树梢木上的快乐 不知是否传递给大家呢 希望今天的这个特殊视频 可以让特别的你感到开心呀 对了 还有一些小快乐 想分享给大家 各位大小宝宝们 可以边点赞边看呀 这个是明天的既是作战工具 也是我的防御工具 他刚刚在路上就这样 保护我的秀发 我的秀发都有回声 喂喂喂 好 木一桶 看我的 金红圈 去去去 就大致就是把头发可以这样缠上去 古代那种男扮女装的 就是我一打开着 开着 哇女生 满手